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干红辣椒不停的翻炒 一直要煮到这个干红辣椒结 已经把它胀起来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这些水也不要太多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水分全部吸干 吸干之后的话 这个辣椒结就会会蘸起来 好 现在我们这个辣椒的话 已经慢慢再蘸起来了 煮蘸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水水分吸干 到时候水分吸干之后 我们在打辣椒的时候就比较好打一点 但有的还是没有煮蘸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水分吸干 好 我们这里的水分已经慢慢在吸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辣椒辣椒的红辣椒的话 已经在已经都煮蘸了 水分开始快吸干的时候的话 我们最好是把火 搞小一点 以免它糊锅 这里我们一定要记住 水分要把它吸干 把这个辣椒结的水分完全要吸干 这样的话 到时候辣椒粉的话就是比较干的 在我们做出来的那个红油火锅顶雕的话 就不容易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水分完全吸干之后 这个辣椒 已经全部都是煮蘸的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了 把它关火 关火之后 我们放入料理机 我们把它打成瓷巴辣椒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炒制火锅 红油比较 先把锅烧红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猪油 把它熬化 开始炒制火锅 再来炒制火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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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入冰箱 把猪油熬化之后 我们等这个油温有六层热食 就是这个油温上面有点冒烟 我们就可以下入洋葱 生姜和大蒜 好这个油温已经上来了 我们先把生姜 大蒜 洋葱倒进去 把这些油熬到金黄色 把这个香味充分的熬出来 把这个香味充分的熬